前段时间,杜纯在吐槽大会不知道是炒作话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居然又提起当年的插刀交事件人家别的嘉宾都是在节目中通过自黑洗白。 而杜纯却极力想撇清关系节目播出之后,观众也是一片哗然,原因就是杜纯洗白痕迹明显不说谎话说的张口就来。 其实,如果杜纯在节目中勇敢承认和印小天的关系,表示当年是自己的错误,让大家去骂,可能现在已经洗白,还被网友夸奖勇敢承认错误。 可杜纯偏偏不承认,和印小天是兄弟还说,自己这是建议勇为伸张正义。 最后还亮出合同说,戴言权是早就签好的,这就让不少网友看不下去了。 直接在网上爆出杜纯说的,都是谎话和腾上,居然还有错别字。 杜纯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越描越黑不说,还牵连自己的父亲杜纪国好不容易才洗白, 如今被儿子亲联翻出黑历史。 管节不保已成定局除了杜智国受亲联之外,被网友定义为插刀交的成员也被翻了出来。 这些人无意外都是当年和杜纯一样,支持边潇潇的明星。 不少网友还到这些演员的微博去指责其中,贾乃连还偷偷删的网友指责留言。 看来对于自己做错的事还是心虚。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为何会有网友留言,指责贾乃连,当年易小天河边潇潇的事情爆出之后, 杜纯和李晨作为好兄弟在没有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直接发微博评论让易小天道歉。 其中,如果没有这些明星的评价,可能事件不会发展得这么糟糕。 就是因为杜纯和李晨等人表态让网友觉得,事实就是这样,纷纷指责印小天。 当年事业正在上升的印小天。 因为这个事件的影响,让人气一落千丈,即使后来事实被曝光后也已经无济于事。 而杜纯和李晨等人也没有公开道歉,其实杜纯等人发文道歉的话还不算致命。 最致命的就是贾乃连的那句,已证实确有其事。 因为明星是公众人物,所以发表的言论,对粉丝有很强的煽动作用贾乃连,在没有弄清楚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就敢像那些键盘侠一样说以证实。 完全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而杜纯在提起插刀交的时候,网友在贾乃连微博留言, 老个李晨天道轮回骂报应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网友指责在很短的时间里,会点赞一千多次,但没过多长时间,就看不到这条评论留言。 很显然是被博主删除如今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粉丝夸奖贾乃连的留言。 如果贾乃连当初做的没错,如今看到这个评论,一定会怒对回去偷偷删微博,保持沉默,只能证明自己心虚。 看看当年那些支持边萧萧的插刀调成员,陆纯、杨泽、李晨、贾乃亮、李小璐、宝建峰、黄玥、王洛丹、董玄、文章、马亦利等。 如今,哪个不是负面负面消息,缠身作为公众人物,在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谨慎发言? 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很显然,这些人都没有做到,所以也不要怪大家冤枉自己。 对于网友给贾乃亮的留言,说是报应大家觉得是否有道理呢? 对于网友 puede购乱面猎合金预告。